细雨不断的活动现场 依旧聚集了许多民众前来 见证憨儿朋友的学习成果 为了活络气氛 主持人特别邀请来宾参与表演 一同为活动暖身 我们协会长期都在推广每月一爱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主题式的爱心 来关怀不同的弱势族群 那今天的这一场 憨乐幸福一起圆梦 是我们协会第107场 因为我们希望 借由多元的音乐跟运速的课程 让这些憨儿们 能尝试各种生活体验 然后增加他们的自信 培养他们的兴趣 让他们减缓老化 然后增加健康 那当然更希望的是能降低社会成本 减轻身上家庭的辛苦 桃园市圆梦爱心协会 与大内力国际团计会 新手举办活动 透过推动圆梦活动 号召更多人认识弱势团体 进而延续爱心善行 大家都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踊跃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我们大家在幸福的国度里面 他们为了打个鼓的话 他们学了相信一年的时间 就为了打个鼓而已 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伸出双手 来帮助他们一点点就好了 这是我真的松心的盼望 也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么和谐的一个环境下 大家能够珍惜自己的生活 大家能够好好的来 感受一下他们的那个热情 活动总共募得40万元 幸福基金会除了感谢大众的爱心 也期待借由演出 让更多人看到伸张朋友 努力学习的成果 幸福基金会是照顾18岁以上 中度重度及重度的大孩子 那他们是全日勤住在这里 那我们主要是提供生活治理 医疗复健还有工作训练 那更重要就是培养他们的兴趣 那这是非常感谢 桃园市圆梦爱心光华协会 及大内力同济会 募款40万给我们这些大孩子们 作为多元经费 因为平常时他们除了要学习技能之外 其实我们家园里面 我们也会开设七个社团 那这个社团的经费 就是由这个提供的 那让他们学习到 透过专业的一个引导 他们可以训练他们的一些 肢体协调及感官 然后让他们抒发一些压力 然后增加他们的知情心 其实智能障碍的孩子是最棒的 最真诚最认真的一群 其实我们像今天的打太鼓的部分 其实我们家园在108年7月1号成立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聘请小豆豆老师 来教我们这些大孩子打鼓 因为刚开始我们并没有鼓的 我们是用大水桶打的 那后来慢慢募集 那因为我自己深感到 其实这些大孩子们 他们很需要音乐的陶冶 当有音乐响起的时候 他鼓棒敲下去 他身体律动 其实他们可以抒发很多的一些压力 而且他们的成就感跟智信 也会表现得很清楚 那我觉得更重要是 他们的笑容还很灿烂 多元的课程训练 开启心智障碍者表演与艺术创作的潜能 同时减缓他们身体机能退化 进一步减轻身心障碍家庭的 辛劳与社会问题 让每个人都能得到疗愈的力量 记者林佑成龙潭采访报道